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統徹裡面專業科目 以參旅類專業科目專業一 專業一是參旅概論 參旅概論呢 基本上來說 在統徹的範圍來說 它的考題是非常的火 非常的火 因為它卡到了許多相關一些參旅業的一些時事 時事方面呢 就必須學生或者是老師們 或補習班們 這邊要特別注意到 在統徹這一年當中 所發生的一些時事 比如說不管是旅行業也好 或者是旅館業或參旅業也好 那今天我們介紹 我們一開始先跟各位介紹 就是說高值裡面的這個統徹 它這個專業科目 它的一個學習竅門跟專業科目的一個專業性 那基本上 統徹的考試提醒 分成三大項目 四大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屬於記憶性的提醒 記憶類的 記憶類的提醒呢 舉例來說 大部分在考的就是 第一個 像是年份的重要性 年份的年份 年份像是比如說 它可能會考你 比如說這個中華民國旅行業 中華民國觀光學會 協會它的成立年份 或者像一些是旅館業 旅館業一些重點的年份 比如說我第一間 國際級的觀光旅館是哪一間 像這種年份的話 當然這種是需要同學去花一些心力 去準備的 當然我們這邊會 我們會幫學生 畫一些重點 重點的年份 因為這個年份 從民國二三十年開始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件發生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抓一些重點 就是說抓這個統徹 他考試的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組織 比如說像是一些政府的組織 民間的組織 舉例來說 他可能會考你說 欸 這個 請問一下這個 教師會館 這是旅館業的相關的提醒 比如說請問教師會館 他是由下列 哪一個單位 所掌管的 教師會館 或者我再舉個例 他可能會考你 請問我國的八座 我國八座 國家公園 國家風景區啊 類似像這些參與業相關的 不管是觀光產業也好 或者是一些政府單位或民間單位 這種提醒的話也是一樣 有一些重點要去特別的注意 因為統徹當中 他考試出的 也不算少 大概佔百分之三十的左右 接下來第三個 就是我們說過 這個統徹你要拿高分 第三個項目一定不能缺少 就是 專業的術語 這邊包括了 英文 因為我們參與類英文 絕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學生一定不能放棄英文 這個 不管是在統徹非常重要 以後在你的大學 未來的四年 然後還有像你以後出了職場 英文能力都在我們參與類 是非常重要的項目 所以像專業術語來說 英文來說 像 我舉個例 比如說像 旅館業裡面 他可能有很多的房務術語 比如說他可能會問你 請問 DND 在我們旅館業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NO SHOW OO 或者是 OOI 你看 像如果沒有讀過這個的 考中的術語一出來 雖然是很簡單的考題 但是如果你這些專業術語 你不熟的話 基本上 這個分數沒有辦法拿得很高 所以我們說 你在我們的統徹當中 你要考到90分 90幾分 100分 這個專業術語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還有像是 像餐飲業有很多 好 餐飲業 餐飲業裡面就是像類似 比如說是 像一些職掌 比如說你要知道 什麼是waiter 什麼是captain 什麼是supervisor 什麼是manager 然後我們負責的工作項目 是哪些項目 這是旅館業的餐飲 當然餐飲業有很多的術語 好 然後像是 如果我們再舉例的話 像是旅行業 旅行業當中的術語更多了 比如說像是 我們說的航空運輸業裡面 航空運輸業通常學生 以教學經歷來說 經驗來說 航空運輸業同學 學生最怕的呢 就是屬於像是 像是一些 我們說的機場代碼 還有像是 航空公司的代碼 當然這邊 學生 在準備這個的時候 都會覺得非常的難去背送 我們當然會教一些 比較容易的技巧 去教學生說 如何去背送這個 所謂的航空運輸業裡面的 一些機場代碼 當然還有很多的機票的種類 老人票 兒童票 嬰兒票 這些東西的 所以 像 其實 有人說我們的專業科目 不難 餐旅業好像都在玩 但基本上 我常常會跟學生說 我們的餐旅業 其實你是玩 玩的要專業 玩的要夠專業 吃要吃的專業 住要住的專業 這個才是我們的 這個參旅業的一個重點 第四個 第四點就是我剛才講的 參旅方面的時事新聞 參旅方面時事新聞 比如說像是 這類的考題通常是 學生最害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在校 或者是在 上課的時候 在學校上課 下課補習 就沒有時間去 多注意這方面的新聞 而且我們台灣的 有時候 有一些主流的媒體 他們可能就 比較不會介紹到 我們參旅相關的 所以呢 要特別特別的去注意 所以像這種 通常每年的統測都會出個 兩到三體左右 比例雖然不高 但是如果一旦 你不知道這則新聞的情況 你可能就會 失去這些分數 所以我舉個例 比如說最近 最近很夯的 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LCC 我們所謂的連駕航空的新聞 連駕航空的新聞呢 比如說像 最近 最近 我們台灣發生的連駕航空的新聞 就是像 復興航空 他要自主 自己成立 籌設一間連駕航空 然後另外華航 他要跟虎航來合作 一間叫台灣虎航 台灣虎航的連駕航空 所以像這種新聞 同學可能他們沒有辦法去 隨時follow到這些新聞 但是 當考題一旦出現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是 贏人家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四大類的考題呢 大部分就是 所有我們說在統測當中 他可能會 會出現的一些提醒 但是其實我們剛才有講 我們的專業科目 他並不是很難的 只要你肯讀肯用心 他絕對會比國音速 這些共同科目好拿分數 因為說實在話 這個東西只要你肯下功夫 花時間去準備去讀的話 基本上在 就算你是跨考的學生也好 在短短的一年之間 我也曾經有學生是跨考的 不是本科系的 但是他在短短一年的時間 就將這個專業的部分 準備得很詳細 然後呢 他也可以 從一個 對參與業完全懵懂無知的 然後可以上 考到高參 進入高參去就讀 所以這個是 我第一部分要介紹的 就是希望就是說 學生能先了解一下 我們統測參與業 他考的一些相關的提醒 還有一些學習的竅門 你只要將這些竅門 如果抓清楚的話 在準備起來也會比較好 容易去準備 這樣子